全世界最神奇的睡眠增高法 艾滋的救星 打破身高有遗传的决定 来自日本的一世代身高科技产品 高灯睡眠增高机 实现您长高的梦想 相信有不少人对自己的身高很不满意 总希望自己能够更高一点 于是市面上出现了很多增高产品的笑话 例如有贴了会长高的安心贴面 有吃了一星期会长高的神奇鲜丹 更有酷型式的道调机器 让你常常长高要付出的痛苦代价 这些吃的贴的拔的割头很够 但是有效吗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市面上所谓的增高食品 充其量只是钙片而已 吃这些东西也只能预防品质疏松 对增高其实效果不大 至于所谓的增高贴片更是无稽之谈 因为人会长高 自有脑下垂体分泌山长激素 刺激骨骼成长而长高的 并无法借由贴片或外力使人长高 所以长高的关键还是在于脑下垂体 现在想长高 不需要再相信无效的增高产品了 来自日本的高灯睡眠增高机 已在日本创下无数的增高提醒 从今天起想要出来拔催拥有高人一等的优势吗 高灯睡眠增高机一次满足您对增高的要求与渴望 长久以来日本人因为增高明显矮小而感到自卑 也因此日本对于增高的研究一直很执着 1998年日本主科医学权威东阳医科大学田岛隆医博士 发表了一篇名为《增高的秘密》 《足下生长区》的论文 震撼了全日本的医学界 田岛博士的论文指出 在人的脚底中心部位有一块三角形区域 称为足下生长区 这片足下生长区和人的脑下垂体相通 只要给予连续又长时间的按摩 就会刺激脑下垂体分泌生长激素 带动骨骼生长活动达到真高的目的 田岛博士的论文中还提到 万物的生长行为几乎都是在夜间进行 人类也是一样 如果在夜间睡眠时对足下生长区进行刺激 那么脑下垂体分泌生长激素的效果更为显著 田岛博士的论文发表之后 日本最大的健康器材制造商 高兹德诸事会社的研究人员 根据足下激素生长区的理论进行研究 历经一年的时间 成功地在1999年时 研发出三高的革命线产品 高灯睡眠三高机 并于2000年正式上市 高灯睡眠三高机 机体上的凸点按摩区 以足下生长区为设计重点 在电源启动后 顺着凸点按摩区 高灯每分钟会释放出 1200次的弓形阿宝坡 利用连续的弓形阿宝坡 直接刺激足下生长区 再间接带动相连的脑下垂体 分泌生长激素 根据日本的使用者报告提出 有36%的人在使用高灯的第一个月后开始涨高 有27%的人在第二个月后涨高了 47%的人在使用后的三到六个月涨高了 涨高的程度从两公分到14公分都有 为了证明高灯睡眠增高机的涨高威力 我们要进行两阶段增高强力大挑战 第一阶段是由东西方增高大挑战 我们请到两位外国大学生 一位是来自西方的乔治威尔森同学 另一位是来自东方日本的田中同学 第二阶段是异性增高大挑战 我们找来了在学校被公认是矮子的李善斯同学 要来挑战校花美女长腿美眉陈秀娟 这两阶段将考验着高灯睡眠增高机 是否真的有效 各位观众 之前你们在电视所看到的增高广告 总有一部分让实验者前后无法身体接触 那为了是使用摄影技巧的障眼法 让你觉得它长高了 但是今天我们要让你眼见为凭 实验者前后我们都会让他们互相握手 来证明我们绝对没有作假 好 各位观众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田中先生比乔治先生矮了将近半个头 那请田中先生把裤管拉起来 证明我们身高没有作假 田中先生现在是170公分 那乔治先生是1801公分 足足差了11公分 那我们先请他们握着手 想要知道的结果 两个月后 验收成果 现在我们要进行另外一组的增高大对决 那我们两位同学已经站在我们准备好的身高器旁边了 因为女生穿裙子当然就不用了 那男生就请你把裤管拉起来 也证明我们没有作假 那很明显的 男生比女生矮很多 那男生现在是多少 160公分 女生是165公分 那现在我们先请他们两位来握手 表示说我们这个没有作假是真实的 那李同学你有没有信心挑战我们的长腿姐姐呢 其实坦白讲 我试过这么多的产品 不过没有一样产品是能够让我长到一公分的 其实我觉得今天可能又在闹笑话的吧 哎呀你怎么可以那么没有志气 使用高灯保证让你血齿 好了一样是两个月后浪见真章 好现在我们还一个14岁的王兴明同学 抢着要报名了 来欢迎王同学 嗨王同学听说呢 你在你们班最矮的常常被欺负是不是呢 对啊不管男生女生都说我矮 真的是太丢脸了 哇碰到我们帅你好运 使用高灯包住你快速长高 那现场呢王同学已经把鞋子 袜子都脱掉了 那他的身高是多少 142公分 回去好好的使用高灯 两个月后看你长高多少好不好 好 使用高灯一小时 等于您坐四天下跳绳 打六小时的篮球一样 因此您再也不需要花时间 做累人的增高运动了 只要在睡觉时置于脚底 一觉醒来 您就已经用最轻松最自然的方式 做了数小时的增高运动了 高灯睡眠增高机使用起来相当简单 您只要睡前将它套在脚掌上 打开电源开关就可以使用 高灯睡眠增高机不占空间 而且只要家中有一台 家人 亲朋好友都可以使用 而且是一辈子都可以使用 这比起紧花大钱 去买不销的增高产品 要来的划算 增高大小站验收时刻到了 我们根本不需要找个临时演员 来充当律师 我们要观众您睁大眼睛来见证 高灯睡眠增高机是否真的有效 哇 两个月时间一下就过去了 到底我们田中先生要挑战 乔治先生能不能成功呢 我好紧张哦 因为他的足足要长高11公分 才能挑战成功耶 这是非常困难的 现场呢 他们两个人已经到了哦 而且我们身高次也降好了 到底他能不能挑战成功呢 我们现在就赶快来看哦 请看 哇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田中先生真的成功了 我们请摄影师带个特写 哇 他们现在果然一样高耶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田中先生现在一定有很多很多感想 想要告诉我们吧 嗨 田中先生 为了表示我们不做假 我们请他们把裤管拉起来 并且请摄影机带我们特写公分数 另外我们现在请他们两位握手 表示我们没有利用摄影技巧来欺骗观众 所以我们这一阶段的挑战是成功 接下来呢 我们要揭晓的是李同学 哇 李同学之前一百六十公分 现在一百七十一公分耶 比长腿姐姐做出高了六公分 好 那李同学我们请你把裤管拉起来 好证实说我们没有做假 嗯 那李同学你现在有什么话要说呢 你知道吗 这真是太神奇了 我用过不像数十种的产品 不过没有一项是让我可以真的长高的 没想到我用了高灯之后 真的让我长高了 而且这种方式实在是太轻松了 只是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哦 我就可以长得比笑话还高了 我告诉你 我可以开始追你了同学姐姐 这真是太过瘾了 好吧 你的条件合格来追发 好 那两位请握手 现在呢 我们最紧张的是 王同学他到底长高了没呢 请看 咦 光站在我旁边都觉得他长高了哦 之前他只到我的下巴 现在几乎到我的眼睛了 我们看看他多少公分呢 一百五十二公分 哇 多了十公分耶 来 王小弟弟把裤管拉起来 好 证明我们绝对没有做假哦 那王小弟你现在有什么感想呢 我觉得啊 长高真是太酷了 现在同学都没有人敢欺负我 我还要一直持续用高真 用到我长到一百八十公分 各位观众 真高强力大挑战 他们每位都成功 每位都长高 他们办得到 你们也做得到哦 高登睡眠真高机 打破传统真高产品那种吃盖补盖 贴哪里长哪里的夸大品丝 它是全世界唯一遵照医学 人体工学 运动科学原理的产品 高登睡眠真高机能产生阿法波 阿法波会刺激脚底成长区 进而带动脑下垂体分泌生长激素 让您达到长高的目的 它还有一个好的副作用 那就是女性用了 还可以刺激乳房增大 这或许是你们意想不到的 高登不做短时间就能大幅增高的不实保证 而是强调用最科学最轻松的增高运动 按补就班每天利用睡眠时间做 只要持之以恒就一定会看到效果 最轻松的增高法 最被医学界肯定的效果 真正符合其没多技术的童谣精神 全球首创 利用睡眠的长高技术 创造您二度长高的希望 轻松有效 就是我们的口号 别再又跌又门 又吃又拔的了 使用高登才有希望长高 全国增高产品中 唯一敢给您的三大保证 第一 使用高登保证两个月内长高2到14公分 第二 全球唯一高科技专利产品 保证无故作用 第三 一台可用三代 不损耗 无限期使用 保证有效 无效退费 高登睡眠增高机 在日本工程明就之后 现在也正式引进国内 高登睡眠增高机 在日本售价每台高达新台币12000元 现在会优惠国人推广期间 每台只要2680元而已 高登睡眠增高机 一台可用三代 爱小家族或是想长高的人士 千万别错过这个登高的难得机会 从现在开始 高登将让您感受出头天的喜悦 重新持维失去已久的自信与骄傲